各位好朋友们大家好 你看这个Jelly第二频道呢 大概在十点的时候呢 被移除了 那这个他们呢 一定是直接就跟美国的这个中情局 因为他们美国中情局有派人在油管里面上班嘛 然后就是专门在审查我们华人 那应该是华裔的叫做Kimman王 据说啦 我是不知道是怎么样 是他的名字呢 还是什么 我不晓得 还是他的代号 K-I-N-G-M-A-N 然后空一个W-A-N-G 那Jelly第二频道呢 我们已完成内容审查 并发现该内容严重或者是屡次违反YouTube的社群规范 我们已将你的频道从YouTube上移除 但是呢 他完全没有讲说 那警告是什么 没有 他就是跟第一个频道一样 第二个第二次警告之后就结束了 而且他都是上传的时候机器都是没问题的 都是网军在检举 所以为什么菩萨说那个 这个给给我们的前世上面有说 网人呢 要 就是那个 毕 毕竟的毕 就是第十一首的时候 毕竟的毕就叫做田网 所以呢 大家看 就是现在呢 就是Jelly呢 就是特殊待遇 只要两个警告呢 不必社群规范 也就是被 直接就是被移除了 美国呢 中情局则成了谷歌 那么他们就自己的规定 他们公司 科技公司只要 他们自己规定 那就好像是一个社群一样 他就可以直接跳过全世界的宪法 刑法 民法 然后呢 你若不听话 你就不要在他的平台 就等于说他难刮了全世界 可是呢 他可以跳过宪法 刑法 民法 你们觉得可以吗 那也没有言论自由 因为言论自由 就不需要言论审查 这样子 所以只要是 因为我是 我是统派嘛 我已经讲过 我是统派 那我是真正没有背景的统派 没有任何背景的统派 所以呢 他就可以直接欺负你 所以你看 你看美国的所有一切 他都暴露了 他都自暴其短 为什么 为什么他自暴其短 因为他已经败了 所以他就不管了 自暴其短 就这样子 因为他败了嘛 然后呢 菩萨说 因为他们要推进下一个新世界秩序的议程 这样 有可能啦 也不一定啊 因为你要看他 还没死的人 还没有被斩的人 能不能够再继续推动 好 但依照布萨说的显然是没有办法 但是他们很想继续推动 好 现在也还在台湾继续推动 台湾现在是犹太人 真的控制的非常严重的地方 好 那因为我们就是反 呃 这个反美嘛 反台湾的犹太 反台湾的习安 反全世界的习安 反可巴德 反那个 习安主义 反四星国际 反薛志伟 反犹太社区 因为我说过了 那个是女人的阴道 绝对不要进去 好 就是你不能把 亵渎女人的阴道 真的啦 真的真的是这样子的 然后他就不爽了嘛 你看他就不爽 他马上就把你 直接把你移掉了 他就希望就是封住你的嘴 你就不要再说了 但事实上你们自己 你们自己好好看 所有的图像学里面 那个像不像阴道 而且那个是神法宫 重点就是神法宫的俯瞰图 神法宫的俯瞰图 就是一个六芒星 他跟那个 就是你卖水晶的时候 那个七星症是不一样 七星症中间 有一个水晶 叫做七星症 可是呢 犹太没有没有第七个星 只有六个 但是他们现在又流行 什么七七老大啦 志祺七七啦 为什么 因为呢 他们就是那个韩国 他们发明的首饰 他们会手指着天 然后呢 拇指呢 向外扩 就是像两只手这样子 有没有 两只手 就一直上下一只颠倒 这样合起来不就是一个 长方形 说我们 说我在跟你照相 就是那个照相的手势 就是两个七七 对 现在他连七 他都亵渎这个数字了 七其实是上帝的数字 就是所谓的上帝数字 所谓的完美数字 其实他是来自于希腊 希腊 希腊的数字 是谁发现的 据说是我们中国人发现的 然后传到希腊去 并不是希腊人发现的 因为呢 一二三四五六七 所以佛教义都一样 七七四十九 中音生七七四十九天 或者是七遍 乘以三遍 就是二十一遍 那七的倍数 就是一百零八遍 种种都是七的倍数 为什么 因为释迦牟尼佛 据说他就是走七步 他出生的时候 其实他是一种 一种sign 一种符号 他就会亵渎七 他就说七七 或者是七七七 或者是七七七七 什么七七 老大志七七 他们都是撒旦邪教徒 你仔细看 他们都全是直言 所以现在 我们台湾的人 已经都被整个的 被 这种 犹太 这种撒旦邪教 还有什么你知道吗 就像是那个唐纳 我发现有一个叫做 犹太佛教徒 他们有一个犹太佛教徒的社群 犹太佛教徒的渗透 非常严重 犹太佛教徒 所以唐纳估计就是类似 被渗透 或者是说被骗 我认为他是被骗 但也有人说他没那么笨 他是可能自己自愿的 是为了钱 那你唐纳自己要讲 因为摩羯座本来就 很重视 世间的权利 我认为他比较要的是权利 我个人认为 因为摩羯座 不只是要钱 他要的是权利 如果钱跟权利 他会放弃钱 他会主要要的是权利 可能他觉得很有意义 还是怎么样 但是我是说绝对不可以 因为反社区 反犹太社区 一定要成为全台湾的运动 我跟你讲 非常的严重 这个是生生世世的会命 绝对不要沾染上 什么生法工这种 什么犹太社区 就是一个阴道的形状 那样子 绝对不可以 真的 所以 这个反基督教 西安长老教会 纪样 我们是反这个东西 反美游的 美籍犹太人的新世界秩序 美籍犹太人还有什么 菩萨索尤科巴德 的那个 那个叫什么 波兰 波兰 立陶宛 然后乌克兰 甚至有俄罗斯都有 俄罗斯的犹太人也有 然后但是主要是在欧洲 欧洲 并不是俄罗斯的犹太人 主要啦 主要是在 就是波兰 乌克兰 立陶宛 然后德国 法国 最主要是在美国 这样子 还有以色列 以色列 以色列 这菩萨都有出签 都有讲 那他现在就是 他根本就是两手策略 那他因为他坐不住了 他就直接把你移除了 你说他自己有 有遵守社群规定吗 没有 他不需要遵守世界规定 他说规定要三个 三个警告 他现在都不需要 他就直接把你移除 老子想把你移除 就把你移除 他就说你严重违反 但是你问他说 严重什么 他说不出来 因为没有第三个 他找不出第三个影片 你知道吗 他找不出来 因为根本就没有违反 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说 什么代号那些 他没有办法 因为他们 美国有 那个犹太人的 这种媒体 他们的这种 中情局 谷歌 他们的代号更多 他们中情局的代号 超多的好吗 他就是反人类 人类不能有代号 不能有昵称 不能够有符号 那你 你们的符号那么多 777 都亵渎数字 人家66本来是好的 可是666是真的是不好的 在意经里面就不好了 但是他就拿来用 更不好了 圣经启示又把你讲出来了 因为你拿来用了 为什么说受印是666 为什么不是777 为什么不是888 999 那为什么99年成大错 信息要说就是666 因为上下都来 上下颠倒 主要相反 就是你们的 混淆世界的方法 是美国创出来的 不是美国创的 是美国偷取 印度性文化的概念 印度性瑜伽 还有最可怕的就是 我住的是社会住宅 所有台湾的社会住宅 全部的各自都是被外泄的 这个一点都不惊讶 但是当你的行踪 就是若是青年老年中年 还有小朋友的行踪 全部被随时可以外泄的时候 真的很可怕 我说过了 我只要出去 那个马上就一个大大的监视器 然后呢 他就是一楼大门口的时候 后来发现那就是社区 那为什么我们一出去的时候 到处都有警察 在没有带手机的情况下 一出去就是警察 为什么 因为他折承了捷运警察 折承了捷运警察 我那里离捷运没有很远 没有很远 真的没有很远 但是呢 那附近很可怕 没有路灯 没有路灯 真的 旁边都是工地 我是慢慢的 至少十次有了 怎么奇怪 每次出去就是捷运警察 他会跟踪你 真的 然后连我的卡 连我的卡 都不是实名制的 他都可以知道你 为什么 因为他有监视录影器 监视录影器 连接口 接口全部是有监视录影器 然后捷运也有 他我认为他不仅仅是车牌 因为我没有车牌 我认为他人脸辨识都有了 因为他人脸辨识你不知道 他们说 一直美共 一直说 中共有多可怕 大纪元 一直什么希望之声 一直说中共有多可怕 你知道美共跟台共 更可怕 真的更可怕 他也可以因为你是统派 可以直接把你的 所有行踪 全部直接跟 捷运警察 跟巡逻 那个远警 结合 用他们的小电脑 你去到哪里 你都完蛋 那你还有什么资格骂中共 何况现在也没有中共 现在是符合 符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你可以说 它是一个社会主义党 可以这么说 那有的人说 这个社会主义就是不好的 错 那是美国中心局 设得出来的两手策略 他当时候就是希望 有个资本主义 一个社会主义 打来打去 往内互打 让人民忘记 他的人口性贩卖的事情 儿童 身上腺素 胎儿 那个流产的胎儿 身上腺素的事情 忘记 这个比尔盖茨的恶行恶状 还有黑猫的事情 黑猫就是 的事情 他希望你都忘记这些 但事上一切罪魁祸首 菩萨说的就是美国 真正来讲不是中国 中国是美国的小弟 而且是习近平亲手 把中国的共产党干掉的 是真的 就是江泽民 大家都说江泽民是 这个 哈马党 没了 他们抓了至少 一百万人 是很伟大的一个成就 请问一下中那个美国有抓一百万人吗 没有 美国有抓十万人吗 没有 美国有反弹吗 没有 有反腐吗 没有 这一次 是中国俄罗斯用自己的国力去帮助美国 清除他的南北战争内战 所以现在看到的俄乌战争 以及未来的台海战争 或者是这个太平洋的战争 南海的战争 全部是中俄帮助美国 把他的内战移到外面去打 我说的都是事实 所以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对我 因为我是同派 你懂吗 不是说我有多厉害 就是菩萨很厉害 就是信息太厉害 他们告诉我的事情都很 都准准准 让你们发现 他们真的很厉害 让你们发现 美国真的很 很爱说谎 而且是性谎言邪恶 因为他是美国 他要跟欧洲合并合作 每周是自己独立的一个州 北美中美南北 可是他就硬要去干扰欧洲 跟欧亚大陆 因为他寄予欧亚大陆 所以他用鸦片用种种 菩萨告诉我新丑年的事情 最近的那个2021新丑年的事情 每道新丑就是壁上土 墙壁上面的土 随时都可以剥落崩塌 2021你看 就等于是2020 2021 2022 2023 就是2021 2022 2023 人家就把 这个全部算 他们的百位数一起算之六 十位数一起算之六 个位数一起算之六 所以是666 他们就这三年搞 这个 新世界秩序666 刚好2021 2022 2023 的百位数 十位数 个位数 各自加 由上到下 各自加 而且全台湾的 2300万的各资 在那个好像护证 新闻都已经出来了 我们的各资 全部都外泄了 谁都可以买 据说15万就可以买 甚至五万元台币就可以买 请问一下 台湾人是不是全世界最可怜的国家 我们的各资辈 随时都可以 谁都可以买 只要你给钱 请问一下 我们的社会住宅 这样对待我们 你说有多可怕 我说的是事实 那只是因为你是统一 所以你不能够是同派 你统派他就这么对你 你统派他就直接杀掉你 找人撞死你 找人这个黑道 他找的是黑道 他找的不是警察 也不是国安 都不是 是黑道 所以我认为王群光 那个也是黑道干的 因为他们黑白道本来就是 现在都是一体的 美国犹太在台湾搞的都是军火 然后就是人口贩卖 所以为什么 这个频繁的轻微地震 就是因为他清理地下通道 非常的深 菩萨尔说 在花莲 重点是最可怕的是 花莲的外海跟内陆 还有各个台电分公司 都有最吃电的 不过也不能说 不能这么说 据说不吃电 吃电 没有那么厉害 可是已经 人民需要用电 然后又在吃电的情况下 那真的 因为HARP 还是要吃电 吃一点电了 只是他没有那么好电 据说没有那么好电 可是他是等离子武器 所以为什么 中国大陆人家就说 美国运 这个气候武器 来到台湾之后 就马上有 河南郑州大淹水 就是这个道理 而且菩萨也证实 确实台湾有HARP 还有日本HARP 要给我们再一次 921大地震 那是还好 我们赶快说出去了 很多人回响 而且很多真正的 白帽 有在地下清理 因为 地下或者是外海 或者是他们有注意这件事情 而且他们都责成地质学家 很多的科学家 地质学家 我已经说过好多次了 他们都常常在开会 可能是远距离的会议 也可能是面对面的会议 我就曾经做过 非常深刻的梦 他们是有远距离 也有面对面的梦 面对面的会议 他们全部的人做成一桌 有世界各国的专家 科学家 地质学家 生物学家 各种学家 一起开会 他们都是撒旦邪教徒 然后其中那个主席 是戴着眼镜的 不是金色头发 就是 比较像欧洲人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日本人 我非常确定 他是一个日本人 而且他是一个地质学家 我非常确定 我还知道是谁 因为太像 我根本不认识他 可是我先梦到他了 后来我看到照片的时候 我就吓一跳 他非常有名 因为他们都是撒旦邪教徒 你认为气候武器是怎么 怎么等离子武器 本来是特斯拉 金星人转世特斯拉的一个 非常好的清洁能源 为什么会变成 这个等离子武器 收集能量 然后集中攻击一个点 而且他随时要攻击哪一个点 随时可以升起 随时可以结束 为什么 而且据说 现在只有美国跟俄罗斯 拥有这种技术 但我现在认为 不是这样子的 菩萨给我们11个国家 好像10个国家 还是11个国家 那个签里面 全部都出现那些国家了 他们都有气候武器 都很可怕 而且菩萨还非常确定的说 气候武器是定天下的 所以你恶物战争 根本也不用打了 因为它是气候武器 在定天下 根本就不是人员的伤亡 人员的伤亡 只是为了要消耗军火 军火商才能够一直赚钱 事实上根本不需要进军火 菩萨已经讲了 气候武器直接就给 那个国家 那个国家 哪个国家 怎么样 气候战争 所以说他们在开一些 什么气候会议 就是为了气候武器 根本就不是为了 什么气候暖化 不是的 它就是气候武器 而且斯诺登 我现在越来越 因为自从我自己的 个自跟行动 我去到哪里 都遇到警察之后 我觉得太可怕 我没有带手机 我真的没有带手机 我也不会再带手机 我会带相机 我不会带真控 完全不会被WiFi 被任何的4G 5G影响 不可能知道我在哪里 绝对不可能 只有一个 就是这个 这个社会住宅 泄漏 然后捷运 他是用摄像头 因为我没有 实名制 我不是实名制 我不是实名制 而且我不止一张卡 我全部没有实名制 所以我劝你们 绝对不要实名制 捷运卡 圣人说的 绝对不会害你 绝对是真的很准 当然他绝对不知道 他对我的影响那么大 以至于我跟大家说的时候 对你们的影响那么大 他绝对不会知道的 我根本就不知道 十几年以后 我会做YouTuber 他又怎么会知道 但我不知道 他到底知不知道 反正我也不知道 对我只知道 他是一个真正 真正开悟的人 真正登出地以上的人 现在应该是八地了 菩萨说 那个师父说 他早就开悟 人家四十岁就开悟了 我们四十岁就在干嘛 人家三十几岁就准备要开悟了 四十岁开悟 人家五六十岁 早就八地了好不好 然后他告诉我的事情 一一都发生 而且他是暗示 他根本就不是说 哎我跟你讲 我是圣人 然后我要跟你讲 未来预言 他不是这样 他是因为我记忆力很好 我会记住人家关键的字 生活上我不会记住 生活上就是柴米 有点酱酥茶 有什么好记的 可是我会 有一种心电感应 会记住别人重要的话 以至于十几年后他说的事情 全部都发生了 没有一样不发生 你知道吗 有多可怕 所以我跟你讲 我为什么那时候反喵喵 他们那些网军 我一直跟他们讲 我说你们要快点出来 喵完都没有用了 喵完出来没有意义了 那时候我们不知道 他们是真正的网军 我只是用我的本能 告诉他们说 我们要保护 所有反喵喵的志愿工 志愿军 一定要让他们 不可以实名制 不可以这个疫苗通行证 不可以实名制 他们都不听 然后我说绝对不要用卡 要用投币 投钱币的 或者是说非实名制的都可以 只要你不要实名制就好 我一直跟他们讲这些事情 他们都不听 然后呢 请问一下 完了有什么用 黑猫完了都没有用了 可以啊 有用还是有用 还是有用 菩萨说的还是有用 但是 又有几个人要听进去 菩萨说因为他们不肯相信 就是因为这个媒体 就是因为美国 就是因为BBC CNN 就是因为他们 就是因为Google 今天全世界变成这个样子 你甘心被消灭吗 如果我们做人 都是这个样子 尽管人类真的很笨 没有错 我就是听他们讲话 我确实翻白眼翻到 真的觉得 你被灭了是活该的 但是我都不会这么做 我不会这么做 我做不出来 我觉得太残忍了 太过于残忍了 所以我也没有吃肉 然后呢 最近发现 菩萨特别告诉我的 也是信息特别告诉我的 真的很恐怖 他们说他们把那些 所谓的什么 OMIPORK OMIPORK 新猪肉 全部 我们以前分享过之后 他们全部把它改名称 从美国开始改 还有那个河洛公司 山河的河洛 就是 这个洛神查的洛 河洛公司 河洛企业 他们这些的 他们所有进口新猪肉的 什么蔚来肉的 Beyond Me的 就是蔚来肉嘛 就是比尔盖茨投资的 李嘉诚投资的那个 我以前不知道之后 我是多么推崇 后来我知道了以后 我非常的忏悔 马上 非常的忏悔 就跟反妙那时候 我非常的忏悔 我以前听 于正宏讲话的时候 讲一讲 我后来发现 他非常可怕的时候 我又认真看他的面相 我又看比尔盖茨面相 我又看李嘉诚面相 李嘉诚根本就不是本人了 李嘉诚早就死了 现在李嘉诚本来就是替身了 甚至他自己的亲生儿子 是可能都是替身 我觉得非常恐怖 这个世界非常恐怖 然后我们就 菩萨告诉了我们 川普第九千以后 走上公义的道路以后 我们就开始发现 菩萨叫我去查 我就开始发现阴谋论了 然后有这个 李嘉诚小明啊 朱妹啊 慢慢慢慢我们就发现阴谋论了 完全我们就不再看 不再相信中天了 太可怕了 加上中天后来又被 非常可怜的 被消掉 被关台 消掉五十一 是真的非常可怜 真的 但是坏事不能做 绝对不能做 所以那个什么 那个真的会有夜宝的 因果夜宝 菩萨也都出在签上面 会 会有因果夜宝 因果 丝毫不爽 没有办法 反正 中天生物科技 什么料理是那些什么的 那个会出事情 对 菩萨都出在签上 只要你是跟 反人类有关系的 全部都会出事 那 这个 我就越来越支持 美国前中情局的 那个干员 其实他是一个雇员 他是一个约聘的人员 他就叫做斯诺登 他曝光了 美国可怕的国安局 叫NSA 的 冷静计划 所以你们 你们以为 你们以为 美国没有 人类辨识 美国人吗 他全世界 冷静计划 他追踪全球 每个人的电子邮件 LINE 通讯 LINE是日韩的 我们所有台湾人 全部被日韩监控 包含我以前讲过 我们的 我们的 所有的公务人员 全部都是用LINE 都是谁搞出来的 都是 柯文哲 蔡英文 他们搞出来的 以前都是不能这样的 以我们台湾 的 财力 我们可以自己搞 我们自己赖 但是他就是不要搞 所以非常可怕 通讯软体 和行踪 台湾的统派 也是日本 美国 折成黑道杀掉的 真的 所以很可怕 绝对不是中共 中共没有进来 我们台湾境内 去搞这些事情 我们早就锁国了 你想2020 2021 2022 中共能够有谁进来 谁 你告诉我 谁 谁能进来 他现在 陆克也都不能进来 都封控三年 谁能进来 为什么 因为美国人 折成美国人 不要他们 中国大人进来 抓他们 否则早就抓到他们了 犹太人 菩萨已经说过了 在台北的豪宅 巷弄里面 有巷弄的豪宅 有巷弄的豪宅 这样听懂吗 就是那种安静的豪宅 非常的富有 还有在洞穴里面 这都是菩萨讲的 所以我就跟你说 我不厉害 真正厉害的是菩萨 是信息 我认为信息 虽然我没看到 我认为信息就是菩萨 因为他教了我很多的事情 本来我是不会的 所以我觉得真的太可怕了 这样 让大家知道一下 所以变成说 我们现在就是只能 你们要订阅 Jerry917 Jerry917 还有你们要来我的电报 不然我看你们也是看不到我 因为现在还有Jerry917 菩萨说就是 只能继续成立 这个YouTube频道 只能这样子 然后这个Jerry917 因为为什么 因为你们不会Odyssey 菩萨说不要去Odyssey 为什么 因为Odyssey据说 它是这个虚拟货币 有洗钱的管道 所以它只能当备用 当我的频道被删掉的时候 还有Odyssey 不然就是R-U-M-B-L-E Rumble 就是我的R-U-M-B-L-E 空一个Jerry917 这样 不然就是 我的Jerry 20180624 这个抖音 国际频道 抖音国际版 它有分国际版跟大陆版 我们只能在国际版 台湾只能在国际版 然后 它都不让我们到大陆版 我们也没办法 然后 还有那个推特 菩萨说能够去推特 所以我就只有这些地方 再来就是可能我们就 自己成立网页 就只能这样 不然 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去 这样 那YouTube它就是会一直删你嘛 就是这样子啊 你看DJ小米也被删那么多次 虽然我说 它的面向不是说非常的好 但是它也不是那么的坏啦 它也不是那么坏 当然它有被骗嘛 它确实有被台湾的网军骗 这也是事实啊 然后余震宏也一直 一直说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对不对 为什么会这样 啊不是Joy早就预言了吗 Joy看面向是非常准的 我说你们绝对不要相信 吕丹一 那个 廖宜诺 还有那个 因为他用假公文骗人 廖宜诺用假公文骗人 真的 还有一些 现在就是 很可惜 就是说反妙这些人 很多 真的都是网军 真的 各个电报都是网军 他们 就是他们用solo你们 是谁 你们千万不要让他们知道 你们是谁 你们很危险 也不要带手机出去 绝对都不要留下任何名字 不要使命志就对了 不要让人家心中 你顶多真的只能跟我一样有相机 而且那个相机是不能有WiFi的相机 不能自动连线的 你看那个iPhone 手机都自动连线 绝对不可以 不能让人家随便 自动连线 还有自动蓝牙 菩萨就不能够蓝牙 太危险了 蓝牙 菩萨有讲蓝牙这个事情 也有讲晶片这个事情 蓝牙晶片了以后 你就BBQ了 因为他有电子脉冲 他有那个电磁波脉冲 菩萨在圈里面都有讲 而且确实不只是磁波两个字 有电这个字 我都已经查对了 因为电就是雨跟身 身就是那个神经病 就是那个神经的那个神经的右边 那个身 把手伸出来的神 的右边 不是神经病啦 就是神经的神的右边 神明的神的右边 那个神的右边 雨声就是电 所以有台积电 这样 我会再跟大家讲 菩萨说台积电会出事情 除非中国来救 否则台积电就BBQ了 台湾的台积电会BBQ 会化为一团火 菩萨说的 我给大家看 好那我就分享到这边 我下个影片说 好 我们现在只能追忆五啦 好 追忆五 追忆四 追忆三 追忆二 没了吗 追忆 没 我只想 追忆五 三 一 四 追忆九一七 这五个 这样 追忆跟追忆二 都没了 第一频道第二频道都没有了 两个警告就都没了 好 反正他就越来越快把你给删掉 好 那你们还相信美国吗 还要再重美媚日吗 台湾人 你要不要好好自己 觉悟 台湾的年轻人 你们要不要觉悟 今天会发生在我身上 难道不会发生在你身上吗 你不会 你不会有机会住在社会住宅吗 好 你们家这么有钱吗 我们真的很穷耶 我是真的很穷 我没有骗你的 我真的没有背景 我也不需要骗你 我绝对不是 人家说的什么 这个中共 或者是共匪 共产党的人 我不是 我纯粹就是 反这个西安长老教会 纪要 反基督教西安长老教会 反犹太 反西安主义 反这种 反美国 好 我非常的厌恶美国 非常的反这种 反人类罪 危害人类罪 非常的讨厌 非常的讨厌 比尔盖茨 非常的讨厌这些 诈骗集团 非常讨厌 非常讨厌 邪恶的宗教领袖 邪恶的政治领袖 包庇了宗教领袖 创立假宗教之民 行 这个 杀到淫忘 酒之事 犹太 西安这些 他们都自己都卖酒 卖肉 然后现在说 他们要卖素食 菩萨说 新猪肉也会出问题 河酪会出问题 新猪肉会出问题 比尔盖茨投资的 未来 肉表密 全部都出问题 因为它里面都有 胎儿的问题 流产的问题 H1K293 就是 它不需要表示 儿童身上线 胎儿身上线 素 胎儿身上线素 叫做H1K293 它不需要表示 法律明定 成分太少 不需要 不需要 比如说 他规定个 1 那你只要0.99 他都说 不需要 谁搞的 比尔盖茨 比尔盖茨的父母 为什么会死掉 他们是人口计划的执行者 他太太也死了 这个都是 英文圈都早就知道的事实 他们现在看到的全部都是替身 所以你会看到替身的 应该他们都已经上吊了 因为美国就叫做绞刑 真的 美国真的都是绞刑比较多 还有就是 枪决 就是这样子啊 他们美国 你去看 他们明定都是这样子的司法 他们的秘密处决 都是这样的方法 就是在你的头上 就直接啪啪了 或者是上吊 他们上吊的 绞刑很多 很多种 他们都绞刑绞刑绞刑 就这样 你们去看 阴谋论啊 或者是看一些这个 真相平台啊 川普的真相平台就都知道 我的平台偶尔也会发布一些 不过他们发布的 美国真相平台发布的更多啦 他们好像 因为我是没有 一直有时间去看 这样 我只是一直在 解谦 或者是 菩萨告诉我的事情 我揭发的 面向跟他们比较不同 我只知道 脚刑是真的 菩萨都有跟我讲 好 我只知道说 现在台湾是真的 非常的危险 菩萨都有出现 非常危险 前所未有的危险 这就是为什么 我说 我们台湾的统派 非常危险 你们千万要保护 你们自己 那我 我因为已经沉母做记号了 台湾约的沉母这记号 所以呢 我头已经洗下去了 但你们还没有 你们就是 保护自己的生命 绝对不要拿手机 绝对 就是 不要实名制 捷运啊 公车都千万不要实名制 所以他们 规定人家都要实名制 是违法的 他违反了宪法 不是要说 只有 大陆的习近平 是真正的白帽 可以救我们台湾人 因为他没有要杀 我们台湾的意思 他根本就没有 他还救很多很多 全世界的人 在封控那个时候 你们知道 没有原料的情况下 他们没有办法杀人 美国没有办法杀人 就是因为封控 你们不要再怪 习近平封控了 他在救你们 你们都不知道 只有菩萨这种 等级的人才知道 谁是好人 谁是坏人 而且呢 常常 坏人也要 装作自己是好人 好人也要装作 自己是坏人 你们觉得 我的这个嘴巴 那么的 这么的坏 这么的恶毒 这么的凶狠 我很坏吗 我确实很坏啊 对于美国 犹太的人来讲 我实在太坏了 对薛志伟来讲 我太坏了 对唐他来讲 我太坏了 但是我是爱国者 我非常的爱我们台湾 爱我们中国人 唯有 中国统一 中国 希望全世界才会 真正安全 你们永远要记住 丹佛机场 里面的那一支 白色的和平鸽 它可以化成蓝色的鸽子 你要知道鸽子 大部分是蓝色的 台湾的鸽子 有哪一支是白色的 都是蓝色居多啊 你有看到白色的吗 很少吧 飞在天空的 大部分都是蓝色的啊 对不对 乡下看 你看都是蓝色 那有什么白色 那为什么他 丹佛机场的壁画 他一定要化成白色 是因为国外 都是白色的鸽子吗 错了 国外也有蓝色鸽子 他为什么不化蓝色 因为那个白色鸽子 叫做近乎和平 就是叫做习近平 白鸟近乎和平 所以他倡导了 这个全球和平的策略 倡议 因为他们 有一些就是 所谓的一些通灵 他们早就看到了 习近平本来就是 他们要除掉的人 所以他画的那只白鸟 就是习近平 他为什么不化鸽子 你看那个鸟 你看那个鸟 可以是蓝色的 但是那个鸟 也有可能不是鸽子 只是他们 欧洲美国 他们可能说 白鸽白鸽就是象征和平 那和平就是白鸟 和平也可以是蓝色的鸟 他就印要化成白色 就是因为那个鸟 就是习近平 那是一种 整个的丹佛机场的土 就是 就是这个新世界秩序的总部 这个新世界秩序的总部 撒旦邪教的总部 他们就是 要除掉的就是习近平 这样连圣人都都说 都说2023年以后就不一样 而2023年以后就正好是习近平上任的时候 你说世界上有这么巧的事情吗 圣人都不会直接跟你讲说 啊 什么未来就怎么样怎么样 他没有那么low好吗 那么低级好不好 他不是 他都是暗示 可是为什么我会知道 因为我够聪明啊 我的智商真的不低 我去发现这个事情的 人家圣人也没有说 哎对对对 我要告诉你就是这个 可是他的所有的暗示都发生了啊 你看 现在东西贵的要命 每一样东西都给你贵十几二十块 你活得下去吗 然后呢 我们去领钱的时候都领不到钱 你活得下去吗 你看你看现在很多 钱领不出来 为什么 没有钱可以领啊 真的很多 超商都领不到钱了 很多很多 被领光了 然后他就说暂停 不能领 曾几何时这样过 还有就是我们早就说要囤 囤干粮 对不对 我们早就说要买黄金 有没有 我们早就说会有法拍屋 你看现在多少套牢 六十几万间空屋 在台湾 还一直在上升 空屋数 还有呢 付不出房贷的那么多 所以政府才要就是这个补助一些那个 就是那个比较中低收入的房贷 三万块 这样 为什么 因为疫情之下真的太可怕了 而且还限缩这些中低收入的资格越来越严格 越来越严格 让老人啊中低老人啊都没有办法安置 付不出三万块来 真的 很多安养中心 养护中心都都付不出来 小孩都付不出来 没有办法奉养父母 菩萨都说都是 这些美国搞的 因为菩萨说美国要伤害台湾人 主要就是伤害劳工 他还出钱 讲这个事情 说我们会有危险 我们也不用去想什么劳退了 都不用想了 没有 真的他真的都有出钱讲说 我们会被损害到 尤其是弱势 他根本就不想要弱势活着 他觉得你们都是在吃 这个台湾的老本 人民的老本 新世界秩序美国的老本 他们都是这样 美国把台湾当做就是 要把它弄坏掉 弄破掉 这个残破不堪 然后呢 才甘心丢给 这个中国大陆 因为他知道 他表面上跟中国大陆两手策略说谎 但是他还是跟中国大陆的贸易的依存度 比以前更加的紧密 更加的这个金钱的投资 更加的紧密 投资的更多 美国投资中国更多更多 但是他嘴巴 他都是一直在执行 这个毁台计划 菩萨说毁台计划是真真实实会上演的 只有一个办法 习近平快点来 解放军快点来 才比较不会上演 不然台积电菩萨说会被火给 淹没 会被火给淹没 而且都出钱 而且你知道现在非常多的外国人 美国人 他们 假装他们是这个 假装哦 他们假装他们是游客 政府还补助 我们台湾还补助他们 游客 什么自由行的 什么的 你看到很多台台北新北 很多的这个公庙 很多的台湾的传统的文化的一些地方 还有旅游圣地 如果有洋人的话 全部都是他们的卧底 几乎都是 因为他们要在台湾做反动 比如说搞228事件 搞再一次的马歇尔调停之后的类似武士运动 就把无限上纲到政治运动 政治活动 甚至他就是 我就跟你讲过了嘛 直升机就直接 教练就直接可以杀人了 就在海滩上 这些都是我梦 梦境里面出现 而且非常的真实 还有就是木马城市 木马城市也是 我在梦境里面 然后特地 就是有一个声音告诉我 说你起来要把你的梦 把它写下来 我只记得木马城市 我们很多都被植入木马城市 我以为是我自己 我以为是我自己 后来发现不是我 真的不是我 是很多人 因为我的所有一切呈现 基本上都在YouTube上 都在电报上 他们都看得到 所以他也不太需要 就是 就是说 会没有错 他也会一直弄我的电脑 也没错 也是这样没错 但是因为 你就是去安装小红伞 基本上他也很难 去弄你的电脑 可是还是有很多的人是 手机啊 或者是老人家是什么 他们电脑就不太会 然后整台电脑就挂掉了 或者是说手机就挂了 或者说勒索病毒啊 整台电脑就坏掉了 还要重新买新的 没钱买新的 真的 勒索病毒是真的 因为你没有更新啊 老人他就不会更新 他害怕更新啊 一定要更新 电脑一定要更新好吗 或者是说 他跟人家更流行 他就买Mac啊 他也没更新啊 或者是说买iPhone啊 什么的 跟你讲iPhone也会勒索病毒 是真的 Mac也会 都会 Mac被攻击得很严重 他不断的框框 一直跳 一直跳出来 跳出来 很可怕的 真的都是真的 我都被攻击过了 还有 这个帮助我的人 也被攻击过了 然后呢 没办法 就是要把它修好啊 但修了那段 其实你就是 什么都不能做啊 不能用啊 都不能用 对 然后如果说送修 有很大的问题 因为送修有可能 他就 就是你只要送修 你只要电子软体 一些这些什么东西送修 他都会切到你 你以前删掉的资料 这样 你的你的影片 你的照片都完了 那信息里面就跟我讲 他说 他们木马城市 专门针对影片跟照片 直接就给你 全部 就是外泄 会把你外泄 尤其是影片跟照片 通通都给你外泄 因为现在是图像学嘛 大家就比较看影片照片 所以为什么军方那些 就是那些清凉照啊 清凉影片啊 才会外流 因为很容易啊 你只要送修 你就看他怎么对你 所以送修的人 一定要牵一让约 不可以外流 这很重要 那他会说 他没有外流啊 你什么都不懂 你就是好像 车子拿去给人家 修 你什么都不懂 他 他给你装什么 你都不知道 所以你要找你信任的 你值得信任的 要口耳相传 那个做人很老实的 你就帮人家介绍生意 像我们这样 很诚信真实的 你就要口耳相传 像我们这样 真的很少 我是不计代价的做 因为我真的很聪明 我的那个聪明是 是真的是菩萨给我的 是他们教我的 是信息教我的 好 并不是说 我真的特别的聪明 我也没有 我真的也没有 我也没有说 记忆力特别特别的好 也还好 这样 但是我真的很爱 我很爱 我是中国人 我非常爱中国 我非常爱台湾 因为我也是台湾人 我非常的讨厌杀人 我非常的讨厌杀人放火 因为这样子连 圣人说的标准 你都达不到了 你杀人放火 太鲁阁也是你献祭的 什么都你搞的 这个 那个城中城 高雄城中城 也都是你们放火的 杀人放火 就20分哲学都不及格了 圣人说 你的孩子 只要没有杀人放火 你就阿弥陀佛 你就感谢他 你圣人如果 你的孩子 如果不吃肉 吃素 你要非常的感谢他 我说那个标准这么的低 他说对 这么的低 在2011年的时候 我听到这些 我都是翻白眼的 我心里翻白眼 我是脸上 我不会翻白眼 但我心里会觉得 真的很翻白眼 为什么 为什么要求这么的低呢 经过了现在 2020 2023 你知道那么多 真相了以后 你还会翻白眼吗 你不会 你见怪不怪了 他们本来就在杀人 他有 他有在管你吗 就像菩萨说 他根本就没有在管 台湾的感受 他根本就不管了 他心里面只有 我要赢中国 我要赢中国大陆 我要赢中国大陆 他只要让台湾人 去斗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给我们 1800亿美金 30几年了 美国给过我们几亿 你说 做人要有良心 否则现世报应 不会说你做的事情 来世报 没有 现在都现世报 那我们先暂时分享 请大家按赞订阅 分享开启小铃铛 请大家告诉大家 订阅9117 9111 9113 4 5 9113 9114 9115 接着我们还成为 9116 9117 9118 反正菩萨说 多成一几个 不然的话就是 我的RUMBLE 空一格 9117 我的RUMBLE 我的Odyssey ODYSEE 空一格 9117 9117 9117 还有9117 9117 还有9117 9117 9117 还有9117 反正Odyssey 都有我 你就Google 打9117 就很多都有我 的相关的相关 我主要就是 9117 9117 电报频道 还有就是 我的 董音 9117 20 180 624 我的9117 的 董音频道 被 这个 这个 妙妙网军 给 检举 移除了 移除了 还有那个 安倍晋三的 那个 的那个 影片 的时候 然后就被移除了之后 就整个频道 都被移除了 主要就是 喵喵网军 因为那个时候 我都一直在讲 呃 吕丹一啊 然后 余震宏啊 TPX啊 廖宜诺啊 甲公文啊 什么 事实证明 我都是正确的 为什么我的 我的面向 那么厉害 因为我自己 被骗过 而且我被 佛教徒骗 而且他还是 银行的行员 他的名字 还有 美国前总统 跟他的名字 一模一样 他姓谢 谢谢的谢 真的 非常坏的一个人 极坏 他们都是跟 这个 嗯 通气犯在一起的 但是他是 银行员 那你知道 台湾的银行 多可怕吧 但是呢 他被 这个 被我检举了 我也不算检举 我也没有检举 我真的没有检举 因为他已经离开了 骗完人之后 他就离开了 然后好像 跑到东南亚去 他跑到东南亚去 到处骗人 现在有没有在骗 我就不知道了 嗯 但他确实骗了 非常多人 嗯 对 所以不要再相信 什么 哎呀 什么 你是什么 什么 佛教徒 基督徒 什么什么 犹太教徒 都吓死人了 我已经说过 好多次 我说过 N百次 我要说 一亿次 宁可没有 不要信任何的宗教 我宁可 你是无神论者 你只要善良 就好了 好 就是不要做坏事 不要犯刑法罪 不要杀到淫忘酒 不要犯罪 你不要伤害别人 这样 好 所谓的淫也不是这么的严重 有的人他就没办法守 他就是要去这个花钱找妓女 你也不要怪他 他有花钱 我是比较宽 这方面我比较宽 对 尤其是你是 怎么讲 总比那种 都不付钱的那种 那真的太烂了 这种男人太烂了 真的太烂 尤其是官员 不付钱的 但是据说他们不能付钱 付钱他们就犯罪了 这不是很奇怪吗 总之他们 总之不要 不要加入撒旦邪教 性谎言邪恶 坏事不要做 KVK有说 未来就是你比较善良的 遵从你的内心 比较善良的 比较愿意反省自己的 会过得比较好 这是真的 这是真的 你要相信这件事情 不要再相信说什么 男人不坏 女人不爱 白痴才相信这个事情 因为撒旦邪教都在教这个事情 女人不坏 男人不爱 这个都是反人类的 你知道吗 他们都完全都在教反人类 不是说你不好 不是说你这样就是不好 你就跟别人不一样 很不好 并不是这样 而是他们在利用 跨性别者 利用同性恋 利用这个 就是说 比较特殊的一些人 比如说艺人 还是说名人 或者是说 这个这个什么性癖好 什么什么的 来去用他们的名 然后诱惑他们 去干坏事 然后形成一种 这个意识形态 然后去骗人 问题是风花学院没有用 你如果 你如果美国真的 摒弃这些风花学院 你都搞的是基础建设 美国也会强大 但为什么美国都不搞 美国如果基础建设 像中国大陆那么强大 就没有 这个 罗斯查尔德 洛克菲勒可以赚了 因为他们什么是你的外包 他甚至连外包都不用了 他就是你 汽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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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人都汽车汽车 罗斯查尔德就赚不完了 好 每个人都 这个生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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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个 洛克菲勒就赚不完了 好 五星级六星级医院 到处开开开开开 每个人都生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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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药吃药吃药 做人能这样吗 真的能这样吗 能够一直不断的说谎吗 很可怕 不行的 所以菩萨说一定会把他们给歼灭掉的 因为地球已经升级了 他不能再继续是说谎的地球 过去那些说谎的地球的这些 所谓的统治者是非人 菩萨说是妖精 主要就是美国 欧洲的那一批可撒妖精的这些 他们不是人 他们是非人 他们在地底下做实验 制造出一些非人 这些兽 人兽 人跟兽的混合种 然后告诉你们说这是外星人 真的不是这样子的 地底人的文明是很好的 但是有局部都是属于他们 可以在地底下 做实验的这些范围 就像丹 那个丹佛机场啊 这样子啊 他地底下那么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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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理就是清理他们那个地底下 这样还有德座也会发生事情 也是菩萨出现都讲了 德座一定会出事的 会发生很多很多的事情 当然还有洞穴的问题 德座有洞穴问题 还有什么 很多啦 五角大厦 五角大厦 五角大楼都会出事 华盛顿 这些 这些就是 跟美国这个军火上 反正他都跟他们有关系 跟媒体有关系 都会出事情 还有跟 那个比亚密 那个李嘉诚跟 比尔盖茨这些新猪肉 这些 Omi Park这些 全部都会出事情的 甚至都会上吊 他们他们会给他们侥幸 菩萨都出来了 都跟我讲了 我只是直接告诉你 我如果一一解的话 我后面再一一解给你们听 我先告诉你真正的 还有那些什么 陈又寅啊 我一直都说陈大三 不是陈大三 是叫陈三元 交通大学陈三元 教授的他们那些的 什么奈米神经 这个晶片 的这些所谓的 台湾特别的一些创举 还是什么 的全部都会出事 全部会出事情 台湾的研究 就是搞得自己很厉害 还有台湾就是在制造 这个 的时候他们就说 就是台湾人发明的 台湾人发明的 什么都说是台湾 台湾发明 台湾怎么样怎么样 台湾的业很重 圣人讲过台湾的杀业很重 地球的杀业更重 但是台湾真的本身就非常的重 还有圆阳渔业的杀业那个网子很重 所以现在是杀业成熟期会到2024 2023年的冬季 2024年的差不多春季 大概就 敌定了 就大概局部 大概就结束了 2024年是酒运的 科技运的开始 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运 但是也是比较就是科技挂帅 一样都是科技挂帅 然后人心呢就很不知所措 酒运就是这样 我们是被黄极金是控制的 我们被某数幻房控制的一个虚幻的六道轮回 我们就是像是那个电影游戏里面的那个被游戏的棋子 我们是那个棋子 那个演员 真的 我们现在在梦里面 所以呢 我们只有觉醒 觉醒 唯一的办法 跳出这个轮回 否则你会被他们操控 我只能劝你们 好好的 做自己 爱自己 这都是人讲的 往你自己内心里面去求 有时候种种菜 过过小日子 过一个快乐的人生 圣人说我们人生是为了快乐 并不是为了什么名啊利啊什么的 KPL也说你现在 最害怕的没有钱 你将来都不用害怕 因为未来的世界并不是以前为主 现在的金融崩溃会更加更加的严重 菩萨才说完 三月四号才说完 这个 那叫什么 不是三月四号 对 忘记了 三月初的时候才说完 那个花尔街 叫我解签花尔街 就是我们那个 三月四号的影片 那个华尔街 上吊 展人 有没有 比尔盖茨 殷亲 贵族 什么的 敖德萨 什么什么 华尔街的事情 就马上出事了 然后隔没有多久 没有几天 华尔街 矽谷银行就出事了 就是鬼谷银行 已经出事了 连带还有很多个 什么 signature 什么好几个 都是大银行 都出事情了 就倒闭了 你说菩萨有多厉害 菩萨真的很厉害啊 他说华尔街出事 就真的华尔街出事啊 对不对 菩萨的预言很准的 而且菩萨要跟我 跟我 叫我跟你们讲 你们 一定要像我以前讲过的 他说你们都没有这么做 你们如果不相信菩萨 你们就是 你们如果质疑我 没关系 你如果质疑菩萨 菩萨说 你们就直接在台北的 万华的龙山寺 直接公开直播 然后呢 把他今生 里面的那个装上的东西 直接打开来给大家看 不要经过任何人的清理 就是直接他现在那一尊 把他打开来 菩萨说你们会看到 菩萨说的邪恶物质 因为那个会导致 就是为什么 他们那些命理 什么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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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叫 好像叫做什么伯乐的 他就说 龙山寺观世音 菩萨早就不灵验了 因为他们 就是 这些日本 犹太 这些皇民 这些日游 这些坏蛋 这些皇叔 这些垃圾 这些文化部的 日本的遗毒 他们就是 毁掉我们的中华文化的基础 就是公庙 然后他们呢 就是 美国的 这些 这些卧底的 间谍 现在到处都在台北 他们在干嘛 他们呢 也有真的 也有耻笑 有人就讲了 有真的 就是去耻笑人家 这个 台湾人呢 就跪在那边 就是迷信的 这个动作 他们就一直狂笑 都被人家揭发了 美国人 根本就看不起台湾人 根本看不起 中华文化 然后抽签的时候呢 就乱抽 乱玩 乱笑 笑成一团 请问一下 这样子的美国人 怎么会是 值得尊敬的美国人呢 怎么不会是 应该驱逐的对象呢 为什么这个时候 那么多的美国间谍 来到台湾 假装自己是游客 到处星巴克 都看到他们 到处哪里 都看到他们 你有看过台湾这样吗 因为他们是要来搞 228的 不信你就去问菩萨 他们要 搞乱台湾 还有很多的日本人 也都来台湾 假装是游客 假装是谁谁谁 这样 可是日本人不容易发现 因为他 没有开口 你不知道他是台湾 你不知道台湾人 还是日本人 还是韩国人 他就 长得就跟你一样嘛 就这样 而且他们还会 日本人还会假装 自己是佛教徒 但是美国人 不会假装 自己是佛教徒 比较不会 因为他就长那样 人家也不相信 他是佛教徒啊 对不对 他连中文他都不懂 他就在玩 你知道吗 在玩 很愚蠢啊 非常愚蠢 然后那种不是金色头发 很有可能都是犹太人 他有犹太血统 或者是说 有中东的血统 这样 我在双北的捷运什么的 街头什么的 都看到他们 还有各种的宫庙 也都有他们的影子 以前都没有 完全没有 人家以前那种 就真的很虔诚 自从了2020之后 都都不虔诚了 都根本就是 不是 不是来观光的 一看就知道 不是来观光的 你懂吗 很胡闹啦 然后就是 要嘛就是很 拘谨 要嘛就是一直嘲笑 他是真的在嘲笑 不是假的 是真的 因为他们觉得 那样非常的迷信 那你 你请 你向上帝祷告 你说上帝呢 跟你说什么话 你有证据吗 你不迷信吗 你准吗 真的 你准吗 到现在 除了圣经启示物 有谁比菩萨更准的 有谁 我是没有看过 你可以举例给我看 谁比较准 我说准哦 不是自己想 自己对那种 马后炮那种 你说英国的帕克 我已经说了 帕克跟那个巴夏 那个那个巴夏一样 那个他们都是 都是撒旦邪教的 不要相信帕克 不要相信巴夏 我认真地用 面相看了他们 我的面相真的蛮厉害的 如果我说这个人不好 这个人不会太好 如果我说这个人好 这个人绝对不会太差 我看面相很准的 我也揭发了那个 蔡天峰的事情 有谁比我更准 谁 我是第一个 说 他绝对是非常 可怕的被弄死的 非常的复杂 这样 事实证明 他根本就是金钱 对 他是被计划性的弄死的 所以他不是普通的死掉的 因为他的眼镜 根本就不在正中央 眼黑不在正中央 对 还有他的一些面相 我都看得出来 他迟早会出事情的 对 所以 我才是真正 真相的揭发者 我才是 对 面相你真的可以问我 好 很多事情你都可以问我 如果我知道 我就跟你们讲 你们说大陆在哪里 地震的事情 这个我就是 就是目前我是不知道的 但是菩萨说可能要小心 因为他们是用气候武器搞的 反正菩萨就说 气候武器定天下 所以你互相的 这个中美互相的给彼此 气候武器也是很正常的 但是大概是六级地震 这菩萨说的六级地震 因为什么说 哪里哪里啊 他可以变 他想要攻击 今天想要攻击南方就南方 攻击北方就北方 他想要攻击西北方就西北方 因为西北方是五黄煞 今年的五黄煞 比较容易出事 他想要攻击西北就攻击西北 他想要攻击哪里就哪里 他可以乱变 像所以我们之前的1124 为什么不准 很有可能他随便就把气候 这个能量武器收起来的 因为他本来要纪念 撒旦的666数字 后来他就不纪念了 被我们说破了 菩萨说我们说破掉了 他就改了 结果呢 还是在农历的十月中旬发生 所以菩萨本来就很准了 农历十月离1124 根本没有多远 菩萨在农历十月就说 一定会地震 结果那一次地震六点多级 这一次大概也差不多 你记得那时候吗 2021年多可怕 摇摇摇晃的非常 那个台北摇的 有够有够严重的 很恐怖的 可是还没有921严重 所以好 那我们就分享这边 我希望大家就是 一定要持 回向给我 回向给你们自己 回向全家 回向我们台湾 回向我们中国人 回向我们地球 全部都是光明 天佑地球 天佑台湾 然后呢 天佑 我们东方的文明 我们最主要一定要把文明 尤其繁体字的文明 一定要传下去 因为这个能量是 他们把我们中华文化 变成简体字 他们最想要的 让我们完全忘记了 原来我们繁体字这么伟大 可以预言 但是英文是没有办法的 不然你拿出来给我看 英文能够预言 拿出来给我看 除了圣经密码以外 圣经密码也被说 有一些根本就是不准的 不准的 但是 我不懂 对 我们英文就是不好 我不想背英文单字 对 但是英文的文法 我很好 我文法很好 我们以前 国中高中的时候 英文的文法超好的 但是 单字我不想背 就这样子 其实英文很简单 就是背背单字 那文法都是固定 也没什么 你去美国的时候 根本不需要什么文法好吗 美国人没有在用文法的好吗 对啊 你讲什么单字 他就知道了 他根本文法 文法很烂好吗 美国自己的文法都不好好吗 拜托 所以 我为什么是说东方人很优秀 我说的是事实 东方人比较聪明 对 我的真实的经验就是这样 那我们分享到这边 谢谢 谢谢 一会儿